谈到骚痒的问题 其实大家对骚痒的问题 第一个想法应该就是去看皮肤科 就觉得应该是皮肤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这里要介绍 其实并不是皮肤病造成的骚痒 而是一般的内科问题 其实有些患者去就医会发现 皮肤不管开什么药膏给你擦 其实你都感觉 好像痒一直都没有办法获得缓解 其实要想想这个 其中会不会是有一些内科的问题 在这里面 那我介绍一名 那是50岁的一个女性患者 其实她就是呈现一个皮肤痒的状态 但她的外观上是没有任何皮肤疹子 然后当然去找皮肤科医师 然后皮肤科医师也想说 其外没有疹子一直痒 然后皮肤科医师就很有sense 就说这问题应该不是皮肤病 她就建议她来看胃肠肝胆科 因为在她这40 50岁的女性 如果有一个不明原因的皮肤痒 往往我们要先想一个问题 叫做一个叫PBC的疾病 叫做 是一个很老舌的一个病 但是一个中年女性 不好意思 用中文在讲 很粗 她刚刚是讲中文 我刚刚已经说中文了 对 是一个中年女性 偶尔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她的成因其实是因为身体呈现 一个自体免疫的状态 这些免疫细胞去攻击你肝里面的小胆管 去破坏了这个小胆管以后 我们肝脏平常会制造胆汁 这些胆汁藉由胆管流进12指肠里面 然后再跟 帮助我们消化 跟大便混在一起排出来 这是一个正常的胆汁循环 但是小胆管被破坏以后 那些胆汁没有办法 藉由小胆管流进肠子里面 它就会堆积在体内 堆积在体内以后 就慢慢沉浸身体会慢慢吸收 吸收到皮肤里面 它里面胆汁里面的胆酸 其实会刺激我们皮肤里面的神经 造成痒的感受 这就是造成为什么会痒的原因 但是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是这个病才会造成皮肤痒 所有的肝病 只要会造成 胆汁移疾的都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像是比较严重的肝发炎 肝硬化 肝肿瘤等等 其实都有可能 一旦造成黄胆共同的问题 很痒 非常痒 而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痒 这就是因为胆酸的刺激造成 后来这个患者 我们去帮他去查 也真的查到 他真的就是这个PBC这个疾病 只是他已经呈现一个 早期肝硬化的状态 因为他已经被发现时间是比较晚的 其实现在针对这个PBC 虽然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可怕 但其实现在目前是有要 去缓解他这个免疫破坏的一个过程 只是说这个药常常是需要终身服用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节目就告诉大家 我妈妈就胆管癌过世 我妈妈那个时候 得胆管癌是87岁 我就记得她80几岁 我常常跟我讲 奶奶 我怎么好痒 她就常常跟我讲痒 痒 我都没想到痒 也没有什么皮肤痒很正常 后来我妈妈有点去大陆 后来打电话给我 奶奶 我身上黄黄的 我说会不会 你会不会吃什么东西 色素沉淀什么的 后来隔了一个礼拜 她一直说越来越黄 我就带她回来 一检查 就胆管癌 所以我在想说 她那时候痒 就后来我做了节目 后来也看了很多相关资讯 还知道原来胆管癌 其实她的前期就是 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是 乃哥不好意思 我补充一下 基本上我要提到 大家会觉得痒 黄胆 就是说皮肤看到黄了 才算是 才是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 一不开始的胆汁淤积 其实黄胆还测不到的 对 这样严重的 你的外观要看得到黄胆 黄胆指数是三以上 你才看得到 但是其实有时候一点多二 其实那种稍微有一天 在淤积的过程中 其实你抽血 也不一定发现得到异常 但是那个 所以说当你如果身上 起氧无比 又没有发现任何 疹子的状况下 其实要去想想肝胆方面 是不是这个问题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好 我们看下来看什么 器官运作比较慢 你也是持黄体质吗 来 唯一 不是 你先让他挤 对 你这样讲 我想要把它转成中间 因为我觉得我是全身都持黄 没有啦 迟缓你持 只有韩族喔 我中了 你们都觉得我讲话 跟反应算蛮快的 对 开玩笑 其实呢 我迟缓在别的地方 就是呢 我其实没有什么 人生没有什么大病痛 可是我就是常常 反复的妇科发炎 那妇科发炎到我已经 只要知道哪里痛痛的 我就知道又发炎了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是连走路都痛 然后只要痛的那个部位 我就知道发炎 那我就想说赶快在路边 找一家妇产科进去看嘛 看是尿道炎 膀胱炎 还是各种炎都有 然后结果呢 我一进去那家妇产科 医师诊所 医师就还是例行地 帮我做一个那个超音波的检查 他发现 就像那个气球要爆炸了一样 他说刘小姐 现在我立刻帮你插尿管 要帮你输尿 帮你弄出来 我就说铁慢 我说你厕所在哪里 我去尿出来就好了 结果呢 我就去厕所吧 尿不出来 尿 没有 很顺利地排出来之后 我就不痛了 那你刚刚还不去尿尿了 对啊 那你刚刚不去尿尿 因为医生说 就我的诊 但我应该尿道炎了啊 所以痴缓是想法 对对对 痴缓 没有 然后医生也问我说 你会不会去看作课 要去看身心课 原来是这样 然后医生就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你不去尿尿呢 我就说 因为我不觉得我有尿意 没有尿意 对 那后来医生呢还是建议我说要去大医院做个检查 看看我到底那边有什么问题 结果我去大医院跑了一整天的医院做检查 发现我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是就是我的大脑感知不到我的膀胱有尿液告诉我要去尿尿 像我很夸张哦 我一天只尿三次尿 就是我除了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之前 一整个白天我只会尿一次 我可能两个小时就要上一次厕所 对 我其实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我就是不觉得 我想有那个感觉就是 我想去上一下厕所 所以后来医生的诊断是发现 我的 我的磁缓不在我的脑 是在我的膀胱 就是明明很满了 但我都不知道 没听过这个 要尿尿 可是如果你逼自己去上 是可以的 就是我除非告诉自己 我要固定两个小时去上一次厕所 不然我不觉得我那边胀胀的想尿尿 才有这种 好神奇哦 然后所以很神奇 他就也是开了一个药给我 就是我吃了之后 会让我比较明改念 知道有一点点尿液 我就要去尿尿了 结果自从常常尿尿 或是告诉自己两个小时 就先去做一下之后 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反复复刻发言了 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现在看到郑医师的眼神 我就会也觉得有点 就想尿尿吧 我这辈子第二次看到有人 一天尿三次的 我以前有一个病人这样 我就吓一跳 一天尿三次 同意这么多年 没有人一天尿三次 那你都特别 就一天尿三次的 因为平均正常的人 一天尿大概五次到八次 是很常见的 超过八次以上被认定是贫尿 那十次以上健保大概都同意 你什么药都可以开了 那所以这些人就是憋尿 憋得很厉害的人 可是女性人尿是很不利的 你知道男生的尿道有十七公分长 不要紧张 大部分在体内不是完美哪一斗 不要讲说 我老公怎么没有十七公分 你干嘛对着乃哥说 怕他误会 女生尿道只有四五公分 差距这么短 超过四倍的长度 所以男生你看那个气筋要跑到膀胱 还没到都大水 大水又冲下来了 而且男生尿道这么方便 一颗电线干一颗素就有尿了 那女生又很 不方便 随便尿 所以他们就忍尿 憋尿 少喝水 那一下就跑到膀胱来 那膀胱里面尿液是细菌的温床 有很多营养分 对那些微生物来讲 是很明显是可以营养 所以它很快就在里面长 所以它带着细菌 跑到全世界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那我们建议女性最理想 能够两到三小时尿一次 绝对不要超过四小时 想到尿尿我就想到一个故事 想到尿尿我就想尿了 现在去 我之前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大哥 他其实是公司的高阶主管 那他平常做事就是雷厉风行 就是很迅速 走路也像一阵风一样 绝对都是很明快的 但是他就觉得 他的同事和家人就觉得 他这几个月变得怪怪的 怎么怪怪的呢 家人首先是发现 他居然尿床 那他同事也觉得说 奇怪他好像讲话 有点文不对题 然后好像有时候讲话 原本说帮我拿水来 他现在就只能说帮水 就是他只能说单词 然后又没有办法连贯 然后他还有一些 比如说走路不稳 像是他以前走路很迅速 他在公司就跌倒了两次 那甚至他就觉得 这个人的个性 好像怎么也变了 以前虽然他是一个 比较明快急性质的人 但他情绪很平稳 可是他觉得他就比较明 变得生气 就一动不动就翻桌这样子 然后他就发现说 家人就觉得这不对 应该要去带去检查 会不会是有中风之类的 后来来我这边做检查 我就发现 他的脑部核磁共振 发现说 因为肿瘤 它那个地方 刚好 压迫到神经 对 压迫到神经 它会影响到讲话 讲出口的话 那还会影响到我们的 泌尿道的一些尿尿的控制 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格 所以他这些症状完全就是 前额叶的症状 那后来建议他去做 神经外科的一些手术 方射线治疗之后 其实在做复健 这个状况就是 移除掉病因 他就完全进步 所以他不是恶性的还好 不是 对不对 好险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 请大家订阅